今天是五月二十一 星期一 市有少少跌落的感覺 因為歐洲那邊的股市 都輕輕轉定了 都不知道會不會 因為奧巴馬表示過 如果你說經濟是 有下限的風險 如果希臘或者法國等國家 如果進一步 實施一個叫緊縮經濟的政策 對經濟不單沒有幫助 可能到最後 如果希臘或者破產 遺約 會火燒連環樹 甚至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 都會受到拖累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 就是你不如 用一個刺激經濟的方法 令經濟 慢慢走出最後一刻 當然不知滅尺都重要 這個在2008年 美國都用過了 當時金融開銷之後 第一時間馬上就大手 向市場上注資 並沒有握緊不單 是全力放鬆的 中國政府也如是 推行四萬億的刺激經濟基建政策 令到經濟迅速走出最懷的一刻 事實上來到現在這一刻 沒有人願意見到 歐債銀的機率變越差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可能這個問題的曙光是會漸漸 股市回穩之餘 則股避險的情緒 會慢慢降溫 當資金避險一降溫 意味著會走出來 到其時商品 環球股市 在資金主導之下 會逐步逐步向上升 亦都不排除一個小型的升浪 在那一刻便會慢慢漸漸眼前 先講講指數 早段低開49點 是18902點 面對美股上星期五跌七幾點 港股的走勢其實不太差 顯而見之做淡那些 好像不願意在現在的水平 再大手去墜擊 之後全日都反覆 低位是18796點 是沒有足及上星期五的18622 而日中的高位曾經在那裏 微升少少 就去到18953點 其實升一兩點 跌一兩點 我覺得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甚麼呢 指數沒有再進一步向下 這個就比較 我覺得比較重要 收市的時間18922點 跌了29點 成交今下就比較近459億 成交金額少 可以解讀的 跌市從來都不需要成交金額 或者去到18700 18800左右 做大那些 亦都不願意在這個水平 進行一個大手的沽空 的確如是 五月份由2號高位 21305點 跌到上星期五十八號 18622 單月來說 暫時來說 已經跌了2763點 這個波幅 比一早的預計為多 事實上來說 技術上的大市 亦都處於一個超賣之中 現在差的是甚麼呢 是差沒有一個反彈的借口 而已 如果有一個反彈的借口出現的話 指數輕輕做一個技術上的後抽 試一試回十天線 一點都不難的 如果比較進取一點 甚至可以回到兩萬點以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可能在那一刻 一些基金 或者甚至給一些投資者 入市的意欲 是會慢慢慢慢轉強 都不頂的 況且 今個月的跌幅 其實來說 如果不是有些衍生工具 在這裡左右的話 我覺得是不會跌得那麼深的 想想 美股跌到幾十點 香港人要跌到多少呢 整七八點 美股上星期四跌了一百五十七點 港股在星期五跌到五百點 你如果不是劏牛仔的話 或者不是有些衍生工具 在這裡影響大市的話 市需要不需要這樣跌 當然不需要 好了 今天就是中二棟就除正了 月底就暢和除正 下個月開始就中資銀行股除正 我總是覺得 一些資金在手的投資者 是希望趁低買 著點當然是財息見收 如果在除正之後 你賺到股息之餘 如果股價有一個技術上的後抽 就是反彈 就賺到股價 其實在高台上 你用這個策略去做的時間 風險一定會有 但是氣勢好 食著勢頭去做 大家當然是著弱 反過來 在低位 理論上來說 承擔風險 應該相對比較小 至於二千七百幾點 要害怕都不是現在害怕 但是由於市場氣氛比較薄弱 投資者普遍有一個心態 就是明天可能會更便宜 既然明天可能會更便宜 一齊明天試算 基於這樣的理由 令到一些想入市的資金 暫時來說 都是比較保守的 但是我自己認為 如果不介意小小的反覆 其實來講 甚至買真的沒問題 我自己就比較早些入市 因為當時我那一刻來講 不預計市會跌到二千七百六十三點 那麼深 但是無奈已經入了 亦都不是本著 今天買明天要走 要賺錢那一隻 所以一路都是持營 其實我都買了一些公行 我都買了一些中行 那麼我就覺得 中行公行現在 只是不過是六倍幾 或者市盈率 基本上還是低 息率有五厘幾到六厘幾 那麼我中線持有的風險 不敢說短期來說不會沒有 但是中期來說 應該可以財息兼收 那麼至於溫總 其實來講也都意識到 經濟下行的風險 是逐漸逐漸明朗了 那麼我相信 未來一段時期 除了下條銀行準備金之外 可能真的還要再減息 或者有其他的措施出動 所以我不覺得 大家應該看得太淡 況且你只看A股就知道了 由二千四百五十四點的回落 實際上證一路上落 都是只有八零點多些 始終就不肯跌穿 一道中期的上升軌 其實一旦有少許賣本回頭 上證指數一秋穿二千四百五十四點 進一步上市今年的高位 二千四百七十八點 一點都沒有難度 股市亦都是 講估下跌了二千七百六十三點 高位如果拿了貨 如果不是做孖展 不是如非必要的話 來到這一價 我不建議止蝕 但是講真句 如果指數能夠回到十天線樓上 或者兩萬點樓上 問問自己 由什麼股份帶著市數升 既然是由恒指成分股帶著市數升 這一幅薄反彈 當然是恒指成分股 這個不用說 很多間分行的廣座 我已經講了無數次無數次了 在熱騎牛市當中 大家對一些世界股 真的不要抱著太大的衝擊 尤其是民企現在 風風暴雨雨 都仍未過 要選 都是選傳統籃籌的 那當然知道 中資的股份 包括八百三十八五七 二六二八中人壽 三隻各有萬何 這些都是及立的對象 好了 講到這裏不講 明天再道理經